你从一个爱好者 走到一个职业的摄影师 观众非常熟悉的 应该说是很经典的一张照片 我们先看一下这照片 就怎么能拍出这个三毛的神韵 1990年9月份 三毛来到成都 我给他拍照片 拍完他以后 第二天我给他看 他说 肖泉你技术是一流的 但这不是三毛 我就找出了那一本 萨纳的故事 一天看了那个文字 我当时激动坏了 他的文字太棒了 那种画面感 就是那种电影镜头 特别强烈 我觉得天哪 三毛是那么一个人 我下午去找他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发誓能够给你拍出好照片 那一天有点小太阳 看到一个主椅子 扣在那个门上 对 他就坐在这个地方 把那个鞋扔在这边上 光那个脚 第二天我把这个照片 给他看的时候 三毛 事先不离开这张照片 对我讲 肖泉 如果我太喜欢这张照片了 无论是构图 人物的情绪 还有影调 这是完美 无价 明年夏天 我来找你 你拍照片 我来写字 没想到三个月以后 我一个朋友说 肖泉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三毛死了 我说真的不可能 后来我就把 三毛的这些图片 全部做出来 就出了一本小册子 叫天堂之鸟 那是我有生意来 出的第一本摄影集 其实入个年以后 我在北京 碰到他弟弟陈杰 他弟弟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肖泉 你是我姐姐的恩人 我姐姐三毛 一生当中最好的照片 是你拍的 我越来越觉得 你做一个摄影师 是你有足够的好奇 足够的去理解他人的愿望 这样你才能走近他们 我觉得首先 我要跟他们交朋友 我曾经陪过 总力去逛街什么的 这是我的偶像 我觉得这张照片 拍得特别的僵文 我们再快速的 再看几张 拍摄 拍摄 拍摄